我稍微講一下韓國瑜 我覺得韓國瑜退步了 應該不是講退步 他沒有進步 就他現在講的笑話跟2018年都一樣 不好笑 同樣笑話聽過兩遍 你就不會想笑了 而且事實上那天人其實也沒那麼多 大概只有原來如果以韓國瑜 以前2018年全盛時期的話 他站出來隨便都是以萬起跳的 那天好像我看一下大概不到千人 不過那天因為柯智恩有點可憐 就是他那天有點是陷在蜘蛛網裡面的獵物 因為那其實不是他的場 那是許坤源女兒的場 可是他又不能跑 他就只好很尷尬站在旁邊 然後還被虧一下愛情摩天倫 那我覺得這個韓國瑜就是說 現在國民黨裡面大概只有 縣市議員不講 因為縣市議員他不需要過半 他可能拿個6%7%就當選 所以找韓國瑜是有效的 因為我只要把挺韓的韓粉叫出來 都投我我就贏了 縣市長大概兩種人會請他 一種就是被國民黨棒殺 譬如像新竹的林根仁 苗栗的謝福宏 就死馬當活馬醫 因為他們都被邊緣化 韓國瑜來 搞不好我還有點版面可以搶 沒錯就死馬當活馬醫的概念 另外一種就是贏很多的那一種 像譬如說南投的那種許淑華那種贏很多 反正掉個幾萬票也沒差那一種 就是還一下人情 那所以韓國瑜到底是他自己也講說到底是補藥還是洩藥 他也搞不太清楚 那就繼續站看看 好來講這個母雞的部分 我先講一下 我覺得藍白的母雞有一種互換母雞的概念 就你看 盧秀燕跟高鴻安同框 柯文哲跑去幫國民黨陳從文站台 欸 怎麼這樣 這陳從文指責應該就知道他在士林北投選區的 就 藍白互換母雞 這很奇怪對不對 是另類藍白核就對了 對 這個我覺得這裡面有很多值得探討之處 我先講這個盧秀燕跟高鴻安這個事情 這事情太有趣了 我寧願當作他們那天穿同樣衣服是一個不小心的 巧合啦 我寧願相信他是一個不小心的巧合 有可能因為盧秀燕從2018年當選之後 他在外的市政的參訪行程 基本上大概就是這個裝束 就是白襯衫牛仔褲 有可能是高鴻安心機比較重 他觀察到所以他故意配合他 有可能好那這兩個人為什麼要在一起 而且時間很巧 前一天晚上盧秀燕去幫林哥人站台 對 當天晚上市政府發了一個隔天的市長採通 所以高鴻安要來建國市場 市長要陪同 尤其我們在這邊 這邊在座很多跑政治新聞跑很多年 你什麼時候看過一個直轄市長 專門接待一個立委 對啊 盧秀燕說法很好聽 他說立法院考察行程嘛 通常立法院考察行程是譬如說 一個委員會 那有可能 而且有時候一個委員會去 直轄市長都不見得會接待 除非是我剛好有預算 要拜託 那如果照盧秀燕說法成立的話 我我我來建議一下 那個民進黨的蔡四映 鄭運鵬 黃秀芳 劉建國 周春敏 劉兆豪 這六個都現任立委 也都選縣市長 你們明天也去建國市長考察 你看盧秀燕會不會賠 以前睡覺比較有臉 盧秀燕不會賠你的啦 白白都立委 民眾黨立委比較大尾 民進都比較小尾 當然不是嘛 盧秀燕他做出這個政治判斷 做出這個政治決定 他不可能不知道 好那他的目的是什麼 其實道理也不難 盧秀燕跟高鴻安 兩個人其實並沒有太深的私交 所以排除那種私交的因素 比如說仁俊今天要選舉 他如果請我去幫忙 我一定要去幫他嘛 這是私交嘛 但是盧秀燕跟高鴻安沒有這種私交 所以這完全就是政治盤算 盤算什麼呢 民眾黨雖然他不是一個很大的黨 但是呢他你說 他在台中有沒有一些支持度 我想還是有的 那五%六%多減輕嘛 所以你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 今天我看柯建民他講說盧秀燕他分析 而且他覺得說是因為他感受到 蔡其昌有追上來的壓力 所以這時候我希望多拿一些民眾黨 因為民眾黨台中是沒有人選 那高鴻安呢 應該是這一陣子的風波 對高鴻安的空氣票是有影響的 所以他現在去找盧秀燕幹什麼 他要把林耕仁的藍色的票 全部吃乾媽淨 對啊我跟盧秀燕站在一起 這是一種錯覺耶沒錯 對他就是要把林耕仁的票吃乾媽淨 好那現在問題回來了 這算陽謀嘛大家都知道 那現在是國民黨要怎麼辦 盧秀燕配合他啊 國民黨當然不需要去處理盧秀燕 也不會去處理盧秀燕 所以國民黨只能講說 這是立法院的參訪行程 當然國民黨自己可能講的 有一點點心虛啦 但是接下來我覺得就有一個問題 蠻有趣的 因為林耕仁現在的民調落後前面兩名其實蠻多的 有一段差距 大概在10%以上 那對國民黨來講最好的狀況就是 開始追追追追到最後選前 林耕仁跟這兩個人非常的接近 就典型的撒卡都 那大家也可以一搏嘛對不對 那如果到最後林耕仁確定不會贏 那請問國民黨比較希望誰當選 當然是高鴻安囉 又齊你為什麼會覺得當然是高鴻安 因為不要讓民進黨當選 對不對 這個想法是一個想法 可是如果讓高鴻安當選 民眾黨的政治的氣勢會大震 雖然新竹市的資源不多 預算不多人也不多 新竹市長大概就是 一個中型的政治領袖而已 但是民眾黨如果說他會成立三年之內 可以攻下一席縣市首長 那對他軍心士氣 對政治來講是一個多大的鼓舞 他其實會增加國民黨二零二四年選舉的難度 因為我們都知道民眾黨是搶國民黨的票 對 所以民眾黨越大國民黨就越小 那兩黨有沒有合作的機會 如果國民黨要跟柯文哲合作 我只能寄予無限的祝福跟同情 因為其實前面有一個民進黨已經 血淋淋的例子在那邊 所以就看國民黨自己的判斷 所以我覺得這個題目會非常有趣 可是對林根仁來講 我是覺得他有點情何以堪 你知道嗎 他競選總部成立 朱立倫在那邊幫高鴻安講話 盧秀燕陪高鴻安去看菜市場 國民黨裡面很多這個市議員的參選人 在網路上有聲量的 前前後後一直在幫高鴻安講話 那你叫林根仁怎麼辦啊 是啊 他去罵高鴻安 照理說以選舉攻防來講 他應該抓住的機會很K嘛對不對 結果你今天K 打了三發炮彈 結果沒想到你的同志去救火 那你叫林根仁怎麼辦 而且媒體那天去問林根仁說 林根仁一頭霧水 他明明昨天就有說唯一支持我 那你叫他能怎麼辦 他又管不住盧秀燕 而且這種事情盧秀燕也不需要跟黨中央報備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 我現在開始其實越來越同情林根仁 因為我覺得 他跟謝福宏就苗栗縣提名那個 原本都是八人花轎台進名媒正取進來 結果現在沒想到現在已經變成小三了 原配呢不曉得是哪裡冒出來 有一天回家突然發現說 怎麼家裡女主人已經換人了 他們兩個大概就這種情況 所以這個是國民黨將來 在今年選後 甚至在選舉全交面臨的一個抉擇 特別是新竹 因為苗栗來講 因為中東景雖然被開除黨籍 但是再怎麼樣也是自己人 對不對 但是新竹這個選情最後誰當選 他其實會牽動到 國民黨跟民眾黨未來的互動 韓國瑜到底會有什麼樣的威力 我不要說藍綠都是已經選到沒什麼牌 對 像那個新竹打高 他也打到山雄水晶人 不知道要打什麼 所以這個禮拜都沒什麼打 但是呢 韓國瑜永遠都會有聲梗的能力 所以藍的需要他 需要他去攪亂一池春水 所以委員說 柯智恩討論度都變高了 對就是要去攪亂 不然柯智恩民調現在落二十八 真的是很難玩 他本來沒落那麼多 但是因為長期高雄就已經 就是後來我們選舉重心 從七月以後就在北部嘛 對 北北紀伊逐逃逐這樣子 其他地方都沒有新聞 那柯智恩這麼喜歡嘴拋的人 都沒有新聞 那他要怎麼把自己優勢發揮出來 所以不管好新聞 壞新聞 只要有梗就是新聞 就是這時候柯智恩的突破方法 所以像這種選區一定會找韓國瑜 再來就是正中韓系 比如說南投許淑華 桃園張善政 這個最後一定會合體的 時間點 那就我所知 張善政那邊 基本不台次 但是 稿子要再討論 就是不要再出這種 可以讓綠營網軍做圖的 人生就像蜘蛛網一樣 一生都被擒網包 這到底跟選舉有什麼關係 就只有韓國瑜可以牽得起來 就是這個在柯智恩那種落後很多的可以 但是張善這種小贏的最好不要 所以 終歸要合體 但是講什麼要解制 可是韓國瑜通常上去 就 我真的認識太多他身邊的人 他說完全不可控 完全不可控 大家已經無言了 所以到底怎麼安放他這一尊是一個學問 但這是國民黨的這個問題 重點是民進黨這一邊 我覺得民進黨對韓國瑜計畫太高了 就是 大家還希望韓國瑜可以出來翻江倒海 徹底改變現在的盤 因為我今天聽到最新的評估 包括民進黨內部也是覺得 大概只有五席比較穩 只有五個縣市比較穩 其他縣市還是要立拼 講白一點都現在民調落後 所以 韓國瑜如果出來 講了一些話 喚起2020的回憶 會不會有一些機會來個變盤 這是民進黨的寄望 可是你從韓國瑜去 他已經付出了兩個禮拜了 他一路講下來你都可以發現 就是另外一邊可以提款的東西 營造這種仇恨之東西不多 他還是嬉皮笑臉 但他頂多就是吸引目光的作用 吸引韓粉說我回來了 我還在講笑話 可是你說我要去仇恨韓國瑜現在講的 我要去廣泛的嘲笑 還有引起一個社會 比如說大量的迷因圖 我覺得都太難 這個就是現在韓國瑜 他已經開始有點收 那稍微有點節制 但是回歸根本 選舉這種事情 最好不要把主動權交在別人手上 韓國瑜要出來亂講話 那也是韓國瑜自己的選擇 這個可遇不可求 民進黨如果要儘速的掌控 重新掌控選舉的主導權 還是應該回歸根本 你不要說這個網軍已經沒有在亂了 車衣沒有在打了 可是陳時中也沒有在幹嘛 早上還去被罵 這樣是不行的 你的選舉到底你想呈現給人家什麼 如果是專業形象 你到底要什麼時候端出來 我覺得對於民進黨參選人自身來說 這才是最重要的課題 你不能再寄望在別人的錯誤之上 其實最大的變數 其實是韓國瑜 因為韓國瑜的出現 讓我們大家你看光是前兩天 他到那個高雄前任議長 許公元的女兒 這個競選總部成立上面 他光是隨隨便便講了那幾句話 你看引起討論兩三天 那國民黨內部 他們每一位縣市長候選人既期待又害怕 大家又希望說韓國瑜是不是能來 希望沾點韓國瑜的人氣 但是他們又害怕韓國瑜哪一天 又講出哪一些話去影響到他們 所以到現在為止 大概只有韓國瑜是他們最大的變數 而我是認為說各政黨不管怎樣 既然要浮選就讓最強的出來吧 國民黨你就讓你們最強的韓國瑜出來 更何況張善政 我覺得張善政在這個部分 他語帶保留 張善政已經二十二日十月二十二日就要成立總部 再問他說你是不是要邀韓國瑜來 說實在話張善政應該第一時間 第一時間就舉雙手說 我一定熱烈邀請韓國瑜歡迎韓國瑜來 我的總部成立才對 結果張善政竟然語帶保留 說他會挑最恰當的時間 我覺得基本上從這個就可以看出來 張善政在為人處事方面 他忽略了過去在選政府總統的時候 韓國瑜邀請你擔任副手候選人 你照說不管韓國瑜的影響是正面是負面 怎麼說你都要讓這一位你的好戰友老戰友 第一時間內來一起參加才對 不管他的效應是好是壞 所以可見張善政是頗有心機的 他還在盤算在這個計較當中 更何況他二十二號總部成立 他們先前國民黨不是宣傳嗎 說要這個燕子 漢子跟韓國瑜 他們一起出現要三子合體 結果到現在為止 人家侯友宜 盧秀燕都確定要去了 而你張善政 你當主人的 還沒對韓國瑜做任何的考量跟邀請 那韓國瑜確實有他的兩下子 我過去形容韓國瑜 我說韓國瑜是從嘴巴先生出來的 他的口才確實是一流論 當然有很多人批評包括他們國民黨裡面 這些精英團體 過去的這些宮廷派都認為說 韓國瑜你講的這個都世俗的 太俗了 都太底層的這些話語 所以有一點瞧不起他 但是你不可否認的 韓國瑜確實口才是好 雖然他那一天比喻高雄的一些比喻 把高雄市長的選舉比喻成這個連續劇 雖然這個比喻並不是那麼妥視恰當 可是在一般我們市民的心目中一下就聽懂了 而且會對他的這個形容會心一笑 那這樣的情況就有達到 他韓國瑜想要預計的效果 那這一點在國民黨內 因為他們自己沒有察覺到這樣子來對選舉 對選情其實是有相當注意的 所以國民黨是我敢說 國民黨是這個坐在寶山上的乞丐 你們有一個寶山韓國瑜 他已經選舉剩四十天 你們不好好用 那選舉選到說還必須靠這些縣市場 用這種類似苦行的方式 用這些提不出任何訴求的方式 只會一味的批評民進黨中央的執政 用這種方式來選的話 我想國民黨已經敗相以漏了 你怎麼看這個韓國瑜這個現身 臺上金句連連 韓國瑜說實在話 他出來的話我覺得 你還是不要付出政壇好了 因為看起來那個就是還是一個老頑童 玩世不公的樣子對不對 沒聽沒對對不對 你今天出來這個競選場合對 你今天要炒熱氣氛 你可以講一些好聽的好玩的東西 有趣的東西對不對 可是你一開始切割你的愛情摩天輪 你都已經幾年的事情了 你還在提愛情摩天輪 你說你要一個振興一個婚紗街 一個婚紗產業鏈什麼 臺北跟高雄有多少婚紗一條街 到現在都沒落了 而且我說實在話 今天北中南除了南區 高雄台南可能或屏東 有人會去愛河去拍婚紗照之外 我跟我女朋友從來沒有去過愛河 我是吃八成人 我要結婚的時候 走去愛河拍什麼婚紗照 你告訴我對不對 而且那個沒有懷念沒有紀念 沒有任何的意識在裡面 他是念念不忘愛情摩天輪 對 我是不是覺得他很奇怪 你到底在念念不忘愛情摩天輪幹什麼 你到底是心裡有什麼障礙 還是怎麼樣 好啦他又講了很多金句 他講說蜘蛛 他說情網緊緊的捆起來對不對 沒有人可以跳出親情 友情跟愛情 我真的要講清楚 你拿這個比喻真的是不倫不類 因為蜘蛛緊緊捆起來的 那個叫做食物叫獵物 他是不帶任何情感的 我就是要把你推下去而已 所以你拿蜘蛛來 你要適合到這些情感的話 真的也對嘛 好 那你說蜘蛛好了 他說蜘蛛就是第一台的聯繫劇 大家都知道都固定 結局都怎樣 大家不要看對不對 那可是你要知道 這就表示你對台灣的本土劇 沒有研究對不對 台灣的本土劇 現在都叫長壽劇 甚至可以演三百多集 所以你拿那個本土劇來形容的話 你不要一直告訴你說 蜘蛛記者演下去 對不對 另外一個說 你會知道會下檔會換檔 就是因為你編不下去 對不對 那你如果陳其邁到了這個地步 如果真的到這個地步的話 選民當然會把它換下來 對不對 那你覺得你換了一個 那個柯智恩上來之後 新上檔的戲一定會好看 你也不敢保證 所以這個就交給選民去決定 而且如果陳其邁做得好 這戲演得好 為什麼要換 對啊 所以那個那個好 嘉評如潮 或者是說什麼高潮疊起 對不對 所以我就跟你講說 這個他的比喻真的不恰當 好啦 他又講到說什麼 台灣應該是什麼 政治中心是台北對不對 最有錢的城市應該是高雄 那你不是在分話嗎 為什麼最有錢的一定是高雄 不能是台南 不能是台中嗎 甚至是彰化也可以啊 所以就跟你講說 你在站台的過程之中 對啦 人家看到你的紅頭 翻身雷動 因為韓粉沒辦法 這個我們經歷過嘛 2018 2020的話 韓粉就是正負得性 那說實在話 你今天出來的話 我們站在一個評論員的角度 來看的話 發現你根本沒有做任何改變 你還是以前那個韓國瑜 那以前那個韓國瑜 就是不適合擔當大任 所以你說你如果把這個 這個站台當作一個試水溫 你回覆政壇的那個 水溫劑的話 那我可以告訴你 那你是沒有啦 對不對 因為你沒有做任何改變 你還是只會講這些 阿薩布魯有的沒有的東西 對不對 那你說那個大咖 你說那個盧秀燕 對不對 那我跟你講 現在盧秀燕跟侯友宜兩個人 真的就是國民黨裡面的大咖 他今天家庭很厚啊 對不對 我贏贏 我只要不犯大錯 我照著我的那個腳步 繼續在市政發展上面 繼續做我的市政對不對 那個選舉他根本不在乎 你說侯友宜今天競選總部 他找大咖 我跟你說他是 不好意思說而已 他是說什麼市民是大咖 市民就是最大咖 其實他是不好意思講 我幫他講 他一定講說 誰人跟我比 我現在我就最大咖 對不對 你又找什麼咖 而且他 他今天 為什麼他敢說他是最大咖 很簡單嘛 我今天 我今天是行有餘樂去幫助其他候選人 不是其他候選人來站台 不是其他人來站台 你說你今天 馬英九 朱立倫還是誰 他來騎台 反正他本來贏三十萬票 讓你一騎在後面贏二十萬 再騎一次才贏十萬 對不對 所以那個工人不會說 我當年最好賣來 對不對 我就可以佔別人的台 你們大家都不要來 孫孫就好 他就說孫孫就過關了 像盧秀燕也一樣 盧秀燕現在也是一樣 所以大家才會見縫插聲說 你跟國民黨的關係 你跟民眾黨的關係 那很簡單 那盧秀燕會受影響嗎 當然不會受影響 那盧秀燕的觀念是什麼 這樣損去不可以損到沒有朋友 對不對 你今天朋友來 對不對 有朋自新竹來 我當然是牽著你的手 而且是閨蜜的樣子 對不對 所以這個很簡單 這個解釋就很簡單 好啦 那我們講回來 這個台北市 台北市這個地方 你看那個那個那個 蔣萬安對不對 我是現在就很擔心他說 你現在台北市的一個變局 最大的變數 就是十一月五號的那個 電視辯論 對 因為你這個政見邊 我之前一直講說 在這三個人裡面 推出來的一些政策 對於他講話 後來有淫口感上 也推出一些政策 可是他推出來的政策 公情講還不登大雅之堂 你現在又深蹲 又什麼免費公測 當然這不是你的政策 你只說我可以提出來說 簡簡單大家參考一下 好啦 那大家真的 現在去笑一下 現在每個所有的議員參選人 有沒有 還有那個市長 現在大家都放深蹲 大家蹲各種知識都有 黃珊珊還跟他講說 他扎馬步扎得很穩 我每天連起工 好啦 那大家就變回笑談 那可是笑談 你對蔣萬安的選情 有影響嗎 我只是想問問大家 既然風行朝鮮 大家都嫁來 在爬的時候 說真的 大家唇味唇味 搞不好 對蔣萬安的那個支持度 或者他的印象 還會改變 那我是覺得陳時中 最近就一直在失分 他包括說那個馬斯克 那個事情的話 我之前就講過嘛 那到底是蔣萬安的深蹲失分多 還是你對馬斯克的那個 那個臺灣化為 那個中國的行政特別區的話 這個失分比較多 他的答覆的比較 失分比較多 這個可以讓選民來參考的 在韓國瑜的這個部分 這個蔣萬安可能會在秦惠諸 競選總部成員 跟他同臺 但蔣萬安心裡 是想跟他同臺的嗎 其實今天記者有問到蔣萬安 就是說他到底會不會邀請韓國瑜 那他是沒有正面回答 他講兩點 第一點他講說 因為很多市議員候選人 有邀韓國瑜 所以會在市議員的候選的場合 會遇到 其實沒有正面回答 第二個他是說 他很多行程都還在規劃當中 會在跟大家報告 所以大家就非常好奇說 那蔣萬安到底會不會跟韓國瑜 同臺 就是直接在他自己的場合 邀請韓國瑜 那目前我們 我們國民黨的市長參選是這樣 有的人就是已經都在邀了 像謝福鴻王玉銘 謝龍介都都邀了 就是晃哥剛剛講的 就是差距比較大的 第二個就是大家好奇的是 歌喉站的縣市 比如說台北市或者是桃園市 這兩區人家會不會找韓國瑜 那蔣萬安就我的了解是 他們也沒有說死 然後也沒有說要也沒有不要 我覺得還在觀察當中 因為韓國瑜忽然間出來 其實就是這陣子忽然出來 那到底他能夠帶的效應 是正分大於負分 其實這些人都還在評估 那很多人都用徐彩珍那一場來評估 我覺得一場不準 因為韓國瑜他畢竟就是消失了一段時間 就是他的支持者還需要一點時間 就是慢慢把他的那種感覺找回來 那我覺得徐彩珍那一場 其實我覺得他講得不錯 我認為雖然說有些人在挑他說 是不是讓柯知恩很尷尬或什麼之類 但是那個就是韓式風格 他就有點開玩笑 他自己的幽默方式就是這樣 所以無傷大雅 而且這一波這一兩天 韓國瑜被攻擊的點 我就覺得也還好 所以如果慢慢韓國瑜 透過一些小機的站台 然後可以讓聲勢起來 我覺得那些市場參選人 會去跟他合體 那最後可能合體的 蔣萬安的部分應該是在我們選前黃金州 我們在11月19號 有一場北北基陶的造勢在桃園 那我覺得那一場是蠻有可能的 那11月11號 我們有一個六都參選人在新北造勢的 據說他是不會過來 那這是韓國瑜的部分 那民進黨當然都很希望 韓國瑜來幫大家站台 因為我看到民進黨的副秘書長就說 韓國瑜應該要站好站滿 然後王世堅他也講說 張善政如果沒有找韓國瑜的話 是不夠厚道 他們的意思就是韓國瑜會影響到國民黨 所以故意這樣子講 可是我覺得不見得是他們想那樣子 反正還要在觀察當中 昨天柯文哲才罵了這個 不是罵了 就酸桌這個蔣萬安的爸爸 怎麼都沒有去幫蔣萬安站台 那今天他們兩個同台 我覺得蠻有默契的 兩個都一起在罵民進黨 那這個也請教你 那盧秀燕呢 盧秀燕去幫高鴻安站台 又會有多少效果 盧秀燕幫高鴻安站台 實質緊扣了 穿姐妹裝了 其實對我們國民黨來言 我們是有點尷尬 我覺得我們的官方說法都是說 盧秀燕說那個叫做公務行程 然後他去挺林根人叫做選務行程 所以他心裡是支持林根人 我覺得是這樣 我覺得其實高鴻安這一局很特別 我們國民黨的人就會一直消毒 沒有 我們國民黨沒有支持高鴻安 對不對 但民進黨就會說 你們國民黨就是支持高鴻安 你看你們朱立倫 在林根人的場子挺高鴻安 然後我們就會說沒有沒有 他99%是挺林根人 可能一趴講到高鴻安 我覺得說其實民進黨 應該要跟我們一起 為什麼 因為現在很多民調 昨天林傳媒的民調 高鴻安是遙遙領先 他是領先 也沒有遙遙領先 他大概領先沈慧紅 大概七個百分點 七個百分點 那是因為林根人的票 都被吸到高鴻安那邊去 所以理論上 民進黨應該是說 對 國民黨也沒有支持高鴻安 所以國民黨的人 不要再去支持高鴻安 趕快把票投給林根人 這樣才對 所以民進黨應該 民進黨應該是 要跟我們一起消毒 不是 林根人的票 被吸到高鴻安那邊 已經吸光了嗎 還是後面繼續 被吸到一部分 我聽不懂 你現在服選林根人的責任 變成民進黨 你這什麼問題 我只是覺得 你們先把你的盧秀燕管好 你們自己擋忌亂七八糟 苗栗也這樣子 台中也這樣子 我是覺得民進黨很妙 就是說理論上 你們應該一起消毒才對 我們要不用你們這樣 你們自己先管好就好 你們為什麼會希望 國民黨去支持高鴻安 這點是我覺得 很奇怪的地方 不過現在 藍營的普遍同情高鴻安 這也是事實 對 這也是事實 但當然我們希望說 還是要讓人家知道 我們的候選人是林根人 他才是鄭蘭軍人 新竹一開始大家以為是撒卡都 但是我個人覺得情勢走到現在 林根人被國民黨放棄應該是必然 因為林根人太弱 就是說 他雖然是連任多屆的議員 可是現在畢竟是選一個市長的選舉 他第一次出來的時候 林根人的知名度 其實並沒有顯著的高於其他兩位候選人 而且現在所有的風波裡面 林根人他自己 對於這些風波的回應也都幾乎 沒有給任何人留下深刻印象 對不對 像先前有人在攻擊林志堅 他的球場 林根人你做了這麼久議員 你的看法是什麼 這個球場在興建的過程當中 你是議員 你應該是可以去監督 應該是可以去做什麼 他沒有表現嘛 所以這個弘利都被高鴻安吸走了 雖然高鴻安他也沒做什麼 但是他坐享其成 那接下來呢 高鴻安前面發生了很多的風波 他的危機處理一直高鴻安在節外生枝的時候 林根人也沒有得到任何好處啊 他的辦公室成立朱立倫去站台 站在旁邊的時候朱立倫是在幫高鴻安講話啊 對 那你就不用說說 怎麼好像怪怪的 因為當這個所謂的藍白 他在新竹要操作的其實他的核心價值是反綠啦 藍白本一家他們票是一起的嘛 那當他們要操作是反綠為最高指導原則的時候 那麼這些選民也好 甚至是國民黨黨中央也好 他只想支持一個可以贏的人 只想支持一個可以拉下沈慧紅的人 那這個人現在如果連朱立倫都幫高鴻安講話了 那你根本不用說這些藍營的新竹的選民 當然是往高鴻安那邊靠嘛 更換盧秀燕這個事情其實你要注意喔 盧秀燕跟高鴻安實質緊扣的前一天 才剛去佔領根人的臺 盧秀燕是一個多麼勞煉的政治人物 他做了這麼久政壇 他難道不知道才跟林根人同臺 前腳剛離開後腳馬上跟高鴻安合體 是多麼敏感的一件事情 可是他還是安排 可是他還是安排 而且安排之後說 市政參訪什麼時候 一個立委一個陽春立委 跑到台中去參訪蔡市長的時候 是由台中市長親自出來陪同 很難得一見的畫面吧 而且你還跟他約穿同樣的衣服同樣的服裝 你還跟他做這麼親密的表現 我想盧秀燕要釋放出來訊息很清楚啦 就是在這場選舉裡面 就算他不是唯一支持高鴻安 至少他是兩個都親兩個都挺 那你回到兩個都親兩個都挺的時候 藍營選民怎麼做選擇 藍營選民只會選擇那個會贏的啊 那現在林根人落後於高鴻安 他只會越來越落 只會越來越被放棄嘛 那所以在這樣的情況裡面 其實你看到的是說 整個藍營 整個新竹市長的選舉 藍營的目標已經不是拿下 由國民黨人拿下新竹市 而是把民進黨拉下來 是藍營的唯一目標的時候 林根人被放棄就是一個必然啊 那選戰從原本的撒卡都 回到沈慧紅跟高鴻安的PK的時候 整個選舉就會改變 因為新竹有他固有的選民結構存在這邊 那所以這個選舉改變的時候 我覺得這也是沈慧紅陣營 必須要想辦法去破解的 不然這樣子一個河流之下 當然會對選情造成很大的影響跟衝擊 當然你現在看說高鴻安的選情 會不會受到還有一些延續余波蕩漾什麼 當然有 因為我們人家講說政治啊 作用力與反作用力的關係 你過去批評別人打得好凶打得好猛 正義凜然 同樣事情發生在你自己人身上的時候 你怎麼樣嗎 之前這個藍營跟白營在公這個論文 公的好像他們是這個學術倫理的 漢將的時候 現在也發生了民眾黨立委蔡壁如 他的碩士學位被他的母校德民科大認定 因為抄襲違反學術倫理被撤銷 那這次發生了之後 當然民眾黨會不會尷尬一定會嘛 最尷尬誰柯文哲啊 柯文哲他接受媒體採訪的時候 他講說這個他相信蔡壁如沒有主觀抄襲意圖 然後呢他又講說這個學校還沒有把完整的審定 結果的全文寄給蔡壁如 卻先發新聞稿這是不對的學校要改進 奇怪你八月的時候不是這樣講的啊 之前才不過兩個月前的時候 你的態度不是這樣耶 你現在講這些話 為什麼你八月的時候不是講這些話 那在這樣的情況下 人家當然會質疑你說 民眾黨你本來說你超越藍綠 你是新政治你是高道德標準的時候遇到事情發生 你怎麼處理 那當然你說剛前面講到高鴻安會不會受到衝擊 也會啊 之前高鴻安在講這個論文的時候 他說誠實是政治人物最基本的要求 要主動認錯負起責任 而且他還進一步加碼喔 他說呢 林志堅推薦沈慧紅也要對此事做回應 要共同捍衛學術倫理的普世價值 那現在事情發生在他們黨的這個蔡壁如身上 而且蔡壁如涉嫌抄襲的還包括了這個民進黨議員 減蘇培的這樣的相關的內容的時候 那高鴻安你過去這樣的態度 當然也會被他拿出來提說 奇怪你是到底前後有沒有一致 你前後有沒有這樣子改變嘛 所以我覺得選舉大概四十幾天啦 後面發生的事情都還會很多 那現在在考驗 尤其是剛前面講台北現在講新竹 這些很接近的戰局裡面 到底這些候選人第一個他的危機處理呢 能力如何針對這些事情 到底他有沒有一個很明確的 可以當機立斷要做出正確的選擇 要有正確的媒體應答 要告訴選民說他真正的價值在哪裡 但是第二個長遠的來看政治是看長期的 長遠的來看你主張的價值理念到底是什麼 其實這才是真正考驗一個候選人的 高鴻安因為前面論文事件的時候 他因為這個而起來這不可諱言 他是最大受益者 可是當這件事發生在他們自喜民眾黨身上的時候 他能不能夠有正確的處理 有正確的價值選擇 這也考驗他啊 因為本來他是坐享其成 坐在那邊選票就自然流過來 可是這選票流過來 是基於對他的一個期望跟一個想像 但是如果這個期望跟想像一一破滅的時候 這個選票也不會是永遠給他的 他去跟盧秀燕手牽手 去做這個藍白河這樣的一個操作 雖然一時之間林根仁確實被打下來 你看韓國瑜幫林根仁拍那個影片 也沒有辦法幫到林根仁的聲量有多少 一時之間雖然好像高鴻安越做越大 可是你從藍那邊拉來的 當藍不要給你的時候 你馬上也是回去啊 現在在力挺高鴻安的 藍營的許民財這些等人 難道他上任之後 還會要繼續力挺他 那是不是在地下當地下的市長 而高鴻安只是個表面的市長 這些未來他要怎麼去面對 他這麼講政治看長期的時候 其實你除了看短期的選票流動之外 更重要是你長期的核心價值到底在哪裡 能不能夠堅守你的核心價值 才能決定你未來就算當上的市長 你的施政成績如何 不要忘了前面的一個例子 叫做柯文哲 他高舉了這個新政治 白色力量的大旗 當上台北市長之後 一路左搖右擺 隨風搖擺晃來晃去 走到現在八年來 變成市民滿意度最低的一個台北市長 這樣子的寫0年的案例 其實就在眼前 國民黨其實不會有藍白河的機會 也不會想藍白河 因為這是不可能的 那你們又挺這個蔡壁如又挺高鴻安 是怎麼回事啊 挺蔡壁如那個是 也不能說誤會啦 就是說其實在反律 我沒有說誤會啊 沒有說誤會啦 就是說但是 也是一個很弔詭的氛圍 在反律的氛圍下 認為說民進黨 如果在這方面 因為民進黨是執政黨 國民黨跟民眾黨投為在野黨 那在這個節骨眼上 當然是批執政黨 不會站在這個 這個好像批在野黨 打落水狗的這種狀況 因為國民黨也都碰到這種 藍綠白都有這種情況 藍綠白無黨籍 都有這種論文的爭議嘛 那這個時候在反律的前提下 你不教訓一下民進黨 你不趁機打一下民進黨 可能手跟腳都會養一下 所以這個你就可以解釋 從臺北市到桃園市到這個 臺中市啊各種 好像跟民眾黨扯上了 一些關係 包括高鴻安的事情 蔣萬安的發言 朱立倫的發言 或者是這個 基隆市國民黨提名的市長候選人 謝國良的發言 感覺上你們怎麼在幫民眾黨講話 不是說幫民眾黨講話 而是不爽民進黨 是反律教訓民進黨 所以你不手癢不腳癢 不踹一下民進黨怎麼可能 但是踹一下民進黨的這個 後座力跟政治效應呢 那又是另外一回事 可是你要挺對人啊 所以我就說那是另外一個政治效應 所以我說不可能有藍白河的空間 因為柯P不想跟你合 國民黨也不會想啊 因為國民黨從頭到尾就認為 民眾黨就是一個都會行政黨 頂多就比如說台北市新竹市 台北市他就不想讓 因為覺得黃三三跟這個 三三跟萬安不相上下 從剛剛民調看 不管是美麗島電子報 還是從這個友台的民調 都覺得三三搞不好 取萬安而代之啊 又不是沒機會 幹嘛讓你 所以你就看到這種 我就不再贅述 剛剛講的這種 撒卡都的情況 那新竹市更是明顯 兩三個月前 民調可能是 這個林根人比高黃安高 然後這個沈慧紅在後面 可是兩三個月之後 形勢逆轉 整個反轉 反而是倒過來 高黃安第一 然後變成沈慧紅第二 林根人在最後 林根人快要 慢慢的這個被邊緣化到 甚至進入十月 民調盤整期之後 十一月 是不是清竹市民 忘記有第三組候選人 只記得雙紅 上兩個女生 其實國民黨本 我剛看你們那個標題 國民黨本來 就是林根人真被國民黨 拋棄嗎 國民黨本來 我聽到的了解是 本來沒有要提名林根人 不是說被拋棄 是從頭到尾 本來沒有要提名他 真假 我不客氣的爆料 真的是這樣子 本來是要讓給高黃安 不是 記不記得半年多前 曾經有傳出一個 翁曉玲這個名字 有沒有 前NCC委員 前NCC委員 清華大學副教授 這是在黨中央 鼠疫的人選 跟朱立倫關係也很好 可是新竹市 你能不能再亂 沒辦法 再加上當時五個月前 半年前的民調 的確 如果你從黨內的互比 黨內的互比 跟黨外的對比 林根人跟他自己同黨的同志 就是市議會的議員 包括這個陳啟源啊 這些人啊 都比較之下 他的確是民調第一 民調最高 黨內對比跟黨外互比 都是這樣 可是時空轉回來之後 到了這個現在 高鴻安被越打越高 民調越高 這個是當時 半年前在辦自己的 黨內清竹市黨團 自己在辦一個 黨內的民調的時候 完全數據是 不同時空背景 然後沒有辦法 完全這樣參考了 所以當時呢 林根人民調第一 那黨中央其實也沒得選擇 既然林根人也是民調第一 也實在找不到人 然後也實在沒有辦法 除了那個 剛剛我講的翁曉林之外 那其他人又不接受 那新竹市議會 新竹市的這個 許修瑞議長 他又堅持 如果說 包括那個新竹市 地方的聲音都說 黨中央如果提名 像桃園這樣 桃園之亂的話 提名一個空降 就拒絕輔選 這樣的一個情況之下 國民黨中央也沒辦法 那提名了林根人 就下令空戰陸戰 全力輔選 那林根人不擅長打空戰 從這一次的選舉 大家就看得出來 哪怕他找了這個韓國瑜來 然後這個很聰明的高華 就趕快跑去找盧秀燕 去抵消他的這個 這個韓國瑜的效應 他為什麼要找盧秀燕 他其實就是要林根人 那個藍軍票嘛 其實就很明顯了 那現在林根人就要小心說 自己除了被邊緣化之外 我剛剛講了在第三 這個新竹市的第三組 候選人的這種狀況 你要讓人家記得你 你的民調不能落後 前面兩組太多 看不到對方的車尾燈 否則你到了11月就更難急起直追 所以之前黨中央我聽說 他們已經下了軍令狀 希望新竹市的議會的 國民黨黨團 新竹市的藍燕基層 能夠發揮林根人的擅長的陸軍 就是地面組織戰的效應 每一個議員 當初新竹市議會黨團 有一個假投票喔 在6月的時候 今年6月的時候 當時辦了一個假投票 17票的這個新竹市 國民黨黨團的議員 新竹市議會 有14票全部都投給林根人喔 好今天國民黨中央就要問 新竹市議會黨團 你這當時不要說 14個投給林根人的這個議員 好那17個國民黨黨團的議員 還有包括 新竹市議會的這個議長 許秋瑞就是新竹市黨部主委 你們能不能現在立刻 把這個林根人的聲勢炒起來 用各種各樣的陸軍組織的方式 加大力道去浮潛他 你要什麼樣的一個資源 讓國民黨中央全力這個support